我看字幕以為他唱泰文 有一點像 好像 然後又是那種熱帶水果 真的啊 你不打字幕 我不曉得他唱 唱的是台語歌 剛剛一直在對K 我說怎麼唱泰文歌 對 那表示他的歌詞真的也很難 然後很多 他都背得好清楚 而且他舞蹈花樣很多 還有招插手 對 對啊 你是舞蹈誰編的 就是爸爸以前找那個 專門老師編的 真的來編的 對 都不一樣 修蘭瑪老師請 今天語靜是可愛的 鳳梨水果小公主 整身的這個服裝真的 我小時候 如果我小時候 我也看了愛不釋手 整天就跟我罵說 我也要那一個好漂亮 然後連鞋子裡面很有巧思 連鞋子都是那個有沒有 這是一個鳳梨的造型 而且獨一無二 全世界買不到的 你真是太幸福了 有這個媽媽太好了 我可以預定一下你媽媽嗎 下次我開演唱會的時候 我以為你說 下輩子也要當他女兒 下次我開演唱會的時候 麻煩提供一下 真的 你看他供多好 對啊 這種 真的 好漂亮 好棒 好棒的媽媽 女兒也很棒 謝謝 謝謝 洪晉雅老師 謝謝 好 宇靖今天比較隱憂的 擔心的就是 可能會因為你今天這首歌 可能會讓你 單擱一下 就是在這個位置上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歌 當然喜感很重 它也是有節奏的 不過就是它在唱的 這個表達當中 反而沒有辦法把你的 唱歌的特色發揮出來 而且今天還有一個關鍵是 你的對手佩玲 他的成績非常的高 而且他真的是在唱歌當中 獲得老師每個人的肯定 所以老師會覺得說 今天這個歌 好像聽起來很順 但是留下來的就是 可能就是你的舞蹈 你的服裝 那這樣其實也是有點可惜 給你參考一下 孩子加油 好 謝謝老師 這歌其實唱得不錯 是因為他 因為我們大家不常聽 對 所以聽起來真的很像泰文歌 而且他裝扮很東南亞 熱帶的感覺 所以他可能表演性質 多過於比賽性質 是 所以選歌當然是固然重要 可是我們聽丁曉雯老師 看怎麼說 好 曉雯老師來提醒你 那個念白的部分 Rap的部分 你的Key要稍微高一點 才會比較可愛 要不然那邊有一點點沉 自己語君有沒有覺得 有 韓式泡菜 日式泡菜 空氣肚沒愛 你記得 你的小孩不是我的菜 他要Key要提高 韓式泡菜 日式泡菜 要這樣 Key要提高一點 整體來說 表現相當不錯 但是以歌的難度而言 老師有一點為你擔心 因為這首歌的難度 不是那麼高對不對 對 但擔心的是 佩玲今天唱得真的 啵啵 兩個都很精采 我覺得都值得坐上那個衛冕的寶座 我 雨菁輸得哭嗎 會 妳好誠實 妳過關媽媽會來嗎 佩玲 會 應該會 第一集就來了 妳如果坐上衛冕者 她第一集就會來嗎 應該是會 應該是會 很期待對不對 對 好 那個芷筠在那邊 拜天拜地的是在拜什麼 想要跟雨菁過關 真的啊 想要雨菁過關 但是當衛冕者就是有這個風險 是 也許你參賽者可以躲過一兩次 衛冕者在十關過程當中 為什麼十關可以拿二十關 中間一點風險都不能有 不能有閃失 對 但是她也很努力的 對 這首歌到底會不會過關呢 算了來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這首打扮非常可愛的歌曲 分數來到878889 90 91 還有沒有 是多少 92 得到的分數是92.1分 卡關 一關持續未免六關 獎金維持8萬元 好緊張哦 差點都爬不上去了 真的 90對不對 91.678就快爬不上去了 對啊 因為她是今天超水準的表演 所以大家一定要維持好的水準 就不會有壓力了 佩玲 幹嘛 佩玲也好緊張對不對 讓她快受不了了嗎 太開心了 受得了 終於接近了92.1 對不對 下次有機會好不好 好 請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